好,刚才我们在这个RSP申请了一个域名,对吧 并且和我们的云主机做了一个关联 这过程其实非常简单,是不是 最后能够通过域名的方式访问到 如果,对,访问到了,是吧 因为现在整个DNSOK了 访问到这个结果 好,当然我们这边云主机这边如果有变化的话呢 那数据也就跟着变化了吧 这光标晃不动了在这 叉叉叉叉回车 是吧 好,这个肯定没问题 好,因为我们的IP 还有域名都是 IP是公网的IP 而且域名是合法的注册域名,是不是 所以呢,在互联网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被访问到 是不是 而不像我们之前在内部自建的那个域 和一些网站服务器一样 只能在内部访问,对不对 那么说到DNS一些排错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客户端的这个查询的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看 包括前面我们有一个 还有一些所谓的缓存时间这些概念 这是什么东西 大家注意到我们在刚才 无论是在我们本地 还是在互联网上 我们都有一个叫TTL的知识是吧 那这个TTL什么意思呢 TTL叫Ti2Live生存时间 或者叫生存周期 或者叫缓存时间都可以 好,怎么来看 首先我们在Ninux和Windows上面 有一些测试工具 或DNS的查询和搜索工具 其中呢比较常见的 就是这个MSLOOKUP和HOST还有DIG 当然前两个主要是属于 前一个是属于这个Windows和Linux都有 而后两个是属于什么 Linux这边你看 DIG和HOST都有 而这个MSLOOKUP属于什么 属于Windows的 好,我们就用这些工具来看一下 像刚才的那个缓存时间 这些是干什么的,好吧 首先客户端怎么指定DNS 客户端可以在ETC下的 Resolve.comfort里面 是不是指定 像这个通过 通过什么 通过一个叫 NameSever的这个指令去指定 是哪个DNS服器吧 看到吗 当然它也可以指向 指向我们其他的DNS服务器 这都可以 除此以外我们也可以在网卡的配置文件当中 是不是去指定 这个还记得吗 在这里面指定的话呢 我们用的是什么 什么DNS1等于什么 是吧 这种方法指定 当然最终其实在网卡的配置文件当中指定以后啊 它也改的是这个文件 是不是 能听懂吗 各位 这个文件改完以后不用重启什么 然后直接就OK了 NameSever 我们可以像这样指定多个 比较两两个 或者三个DNS服务器 作为备选的DNS服务器 就是当第一个DNS服务器 没办法提供解析 或连不上的话呢 我们使用第二个 能听懂吗 好 一旦指定以后 我们就可以用这些工具来 来这个实现这个测试 这里面呢 我们先用一个通用的工具 叫做 NAS-RGAP 它可以在Windows里面使用 也可以在Linux里面使用 好 看一下 现在DNS指量的是谁 52吧 好 然后我们问它 我们使NAS-RGAP 这个可以使用交互的方式 也可以使用非交互的方式 比如说3W 他说没有发现 他说没有发现是吧 不能够发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月 是这个DNS服务器没有向上 他找了这个 他找了这个应该是地规的方式 找到了我们的这个 找到了根对不对 他最后没有 虽然没有查到 那我们在这边加一个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我们之前说的那个 转发 加转发了吗 就不要给那个 不要给这个R202有什么关系的 好吧 当然也不是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加一个FORWARD FORST就是优先转发 看到吗 优先转发 FORST 或者是FORST ONLY 紧转发 然后紧接着我们把DNS服务器呢 重启一下 再次回到我们DNS客户端这边来 可以了吧 那个刚才我们加的那个叫FORWARD FORST表示优先转发 然后再走什么 走那个叫根提示 看到吗 转发如果失败 这就根提示 所以一般我建议大家尽量尽量使用转发的方式 转到你的上一级 或者是比较知名的一些DNS服务器上去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结果没问题 转到141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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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我们加了一个FORST FORWARD FORST 这个我在前面好像没有写出来是吧 是不是没有写出来 如果想优先转发的话 你可以加一个 这个叫 写在这吧 FORST 有限转发 对不对 好 那刚才我们用到了一个叫NSlookup的工具 这个工具呢 现在是交互还是非交互 这这哪交互呢 这直接就 直接就回了 回到这个结果 拿到这个结果了 是不是 没有交互 再换一个 都可以吧 或者是呢 这个还解析不了 这个没有是吧 这可能被我删掉了 我们再换一个 换一个这个其他的玉米 百度点抗 都可以吧 是不是 都可以得到一个解析的结果 而且是一个非权威answer 是吧 不是一个权威答案 又再次收到一个权威的概念啊 来 那么 除了这种非交互以外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交互啊 NSlookup 回车 这就是交互 然后问他 是不是交互的一个概念 好 那也告诉你是非权威回答 因为我们是转发的嘛 对不对 而且我们是从这个DNS服务器得到的 并不是从权威的服务器得到的 所以是一个非权威 很正常 除此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他去查询一些其他东西 比如说我们可以set一下 设置一下什么 Q 就是query的意思 默认其实就是Q等于A 就查的是 A记录 就是我们提供一个域名 他给我们返回一个 IP这样的记录 看到吗 其实你写不写这个 其实默认就是 默认就是这个 看到吗 那除此以外 我们还可以怎么做 查询一些 这还不能清评啊 讨厌这个 我们还可以查询其他记录 set Q等于 还记得我们的SOA吗 大小写 其实都 无所谓 那么查SOA的时候 就是查一个域的那个叫什么 其实授权信息 这个时候后面不能跟上一个主机 我们只能跟上一个域名 比如说我们先查一下 那叫百度.com的 其实授权信息 你看到吗 百度.com授权的DNS服务就是这个 邮箱是这个 看到吗 训练号 版本号 刷新时间300秒 从事300秒 过7这个时间 最小的缓存是这个时间 这是它的70授权信息 那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set Q等于什么 NS 查询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以查询指定的信息 当然你现在如果说一个3W的百度.com就有问题 也能查的是什么 查的并不是它的那个 查的并不是它的那个主机记录吧 所以你要重新把那个Q等于A环回来 不能向上这个东西啊 讨厌 3W点什么 百度.com 是不是 是不是得到它的百度的一个 解析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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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啊 nslookup这个工具呢 确实是很好用 而且在windows里面用的更加方便 你看我们在windows里面去 进到这个命令行 可能有这个字体有点小 现在啊 这个字体能放大吗 属性 字体 这个字体颜色 先来个白色吧 有 来个绿色 这不是字体颜色 选错了 屏幕颜色选白色 然后背景颜色选黑色 这能看到吧 好 就为了能看到一下 这个字体好像现在已经 最大吧 来 看啊 nslookup 它立马显示当前使用的DNS服务器的地址 看到吗 然后也就是现在要再查询的东西呢 都是靠谁查询的 靠这个DNS服务器 当然如果你想换一个的话呢 你可以这样做 我看 换一个 换成谷歌的DNS服务器 是吧 你可以换一个 对不对 通过Sell换一个 但这种换是临时换 只是在当前这个查询的过程当中用一下这个DNS服务器 是不是 然后我们问他 非权为答应 是吧 可以 没问题吧 好 其他都一样 satq等于什么 soa查询百度的 soa信息 是不是 好 或者satq等于什么 那个 ns查询百度的DNS服务器信息 是不是 好 这是ns2gab 它在Windows和Linux里面都可以用 其实刚才我说的一个缓存时间的问题呢 我这边要解释一下 你看 我现在去拼一下 3w点 叫什么 cloud点top吧 拼通了吗 好的 拼通了 访问了这个主机 也解析成功了 是吧 我们有一条命令叫ipconfig这个命令 这是Windows命令 如果加一个问号呢 表示的是 查看它的帮助 其中我们看到 有几项非常重要 一 这个 显示DNS缓存 这个是清空DNS缓存 看到吗 好 我们现在先怎么做一下 先 DNS DNS PLA 有点多 其中呢 我们可能关注的是 我们刚才那个域名 那在哪儿啊 我天 这样吧 在这儿 找了吧 你看 缓存时间 多少时间 这多少时间 10分钟吧 不是520 那个520只是 这样我清空一下吧 因为太多了 Flash DNS 然后再来拼一下 现在缓存表当中应该 应该没有太多的主机 有一些是我的进程在对外通讯 没办法 它会产生这样的记录 是吧 然后我再来拼一下 3W点 oud.com 点那个top 快点 再看一下这个缓存 没有吗 在这儿 468 是吧 那么这东西是什么 好像时间比上次还要短是吧 这个是当我们查询的时候 它这条记录我们查到了 在我们的缓存当中 缓存的什么 时间 就是在这个时间范围当中之类 如果我再问的话呢 我就不用再去查了 因为在我的缓存当中有 也就是在10分钟以内 如果我还要解析同一个主机 是不是 还要解析同一个主机 这个时候呢 就不用再查了 因为我的缓存里面有 明白 现在就算我把DNS删除掉 我再去访问这个 3W点 先锋点 先锋cloud点top 也可以访问 是不是 但是很 大家感到很奇怪的现象是 我再清交以后 我再次来什么 来 去pink一下 pink的目的是为了 再次查询 因为我刚删除了嘛 对不对 完了以后一看一下 找不着了 赶快 this playdns 就在下面 怎么越来越短 感觉 怎么不是每次拿到以后 是一个新的10分钟 各位我是直接从 从那个最终的那个 dns复习拿到的吗 如果我能够从那个源头拿到 肯定是10分钟 没有吗 但是我现在不是 我现在是从哪拿到的 对我是从那个上一集的dns服务器 是不是拿到的 所以缓存时间其实我拿到手的时候已经 已经很短了 对不对 但是在这个时间之内 我依然会怎么做 会自己把它记下来 当我在访问这个主机的时候 我还要再解析的时候 我就会把它 我就不会再去找一次吧 对不对 好 那会让大家给大家证明这一点呢 我们看一个东西 大家注意看 这是我的那个10点 这是我的这台服务器 10点18点40点100 这个服务器 看到吗 这个服务器上有一个 有一个域叫做天云点密点纵的 天云点密点纵的这样一个文件 它的缓存时间 我们给定多少 八万六千四百秒 但是我们可以稍微短一点 比如说七千二百秒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从我这拿到的这个记录 不论是下面的哪一条记录 你都会 你在两个小时以内 你不要再来问我 你自己给我缓存一份 明白意思吗 好 我保存了 我把这个dns服务器重新再 起一下 好 起一下以后呢 我来拼一下3w点天云点密 我现在指的dns服务器是谁啊 我现在指的dns服务器 好像不是那个那台主机 我应该指向的是 我们刚才那台10点18点40点100 那个主机是吧 然后拼一下3w点天云点密 是不是得到这个结果 好 那缓存多少时间呢 刚看多少时间 dns 不是它 是 是不是七千两百秒啊 那我不可能给你刚好看到七千二百秒 因为它要往回它要倒计池啊 是不是 这叫生存时间 叫 high to 内 ttl 看到吗 好 那如果我现在把它清空 或者说我现在把dns服务器整个去掉 那告诉我还能够访问这个主机吗 我现在把dns服务器整个我就不要了 能不能不能不要 我不要dns服务器 那我不要dns服务器 很显然我要去拼什么百度点 看我们肯定就没戏了 是吧 但是我要拼一下 刚才那个叫 standup点 天云点密 还可以 为什么 因为有缓存 我自己记下来了 对不对 那如果我把缓存也什么 flash dns 清空 我再来拼 那我也没戏了 看到吗 是不是 好 那我再将dns设置上 所以刚才那个ttl是什么东西 大家明白了吗 就是 你给客户端 你给他以后 他什么 将会在自己的缓存当中 缓存的时间是多长 是有你定义的 对不对 你看我现在再拼 可以了吧 那缓存又多少时间呢 到底是7200秒还是比那个短啊 或者短到很短 会持续再降低 会吗 7200秒 为什么 因为我 我每次是从哪拿的 我是从那个权威服务器拿的 我每次是不是像这个权威dns服务器 有什么叫权威服务器 权威dns服务器 就是这个欲就是他管的 没有吗 这个欲就是他管的 这个记录也是他给我的 他就是整个源头 能听懂吗 他就是权威服务器 有什么叫权威服务器呢 权威服务器就是这个欲是他管理的 数据库在他这 能听懂吗 我每次向他问一个第二次 他是不是说 兄弟 你给我保存多长时间 两小时 你别问我好吧 那为什么刚才我们使用那个其他的欲 查询会发现越来越短呢 是因为我通过上一层拿的 上一层又通过什么 上一层拿的 上上一层又通过 那个权威服务器拿的 那么权威服务器给我的 给我给他的一级代理 假如说是十分钟 是吧 可能到我这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什么 七分钟了 能听懂吗 能明白 明白的意思 这个缓存时间其实呢 是逐渐在降低的 因为 如果说你从权威服务器 也就是管理这个欲的服务器 去取的话 肯定是十分钟 对不对 但如果呢 你是向他的子 子集的DNS服务器取 这个已经可能已经什么 我 其实我这个时候取到的 只是人家的缓存 是不是人家的缓存 因此呢 时间可能已经 过了很长很长 明白 意思吗 你看我现在再去取那个 我再把这个缓存 整个给什么 给 清掉 我再去拼一下 3W点 这个 一个是天云 点密 是吧 一个是拼一下 3W点什么 千锋 Cloud 点 Top 都通了吧 来 快速我们看一下缓存 呃 DIS PL AY DNS 至少我这回车以后都不变了 你看 哇 就剩下191秒了 是吧 原因是 我是从我的老大那儿拿的 我的老大拿了一阵子了 已经都快过期了 再次给我看到吗 你要是每次从厂商那儿拿 保质期始终是一年 能听懂吗 但是你现在拿的是厂商那儿拿的吗 你是从 你是从权威服务起拿的吗 如果说你是从权威服务起拿 就相当于直接从厂里厂 从那个什么厂子里面拿吧 那么自然就是 是多少时间多少时间吧 但是你是哪儿拿的 你是打了好几刀手拿到的 懂得懂吗 各位 所以这个也很正常 但是你看我上一个服务器看 看上一个 天云这个服务器 我每次拿都是什么 7200秒 因为 我相当于拿这个产品 我是从 直接从哪儿拿的 从那个 直接从厂里面取的 但是我拿这个产品呢 拿下面这个产品呢 我是从哪儿取的 我是从我的上一期DNS服务器取的 明白 你们有注意到没有 我现在 再看一个 看一个例子 NSlookup 我现在指的DNS服务器 是不是40点那个100 那么对他来讲的话 这个是不是他的权威 是不是他有权威的那个解析 是不是 这个40点100 是不是管理的这个叫天云点 天云点蜜的这个欲 所以得到答应该是什么答案 没有写 那就是权威答案好吧 那如果我去问一下 qfcloud.top 这是非权威答案 看到吗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我问的人是谁啊 40点100 那么这个天云点蜜这个欲 就是他管的 他在他的数据库里面有他的记录 黑底白字 是不是 白底黑字 有他的记录 是不是 所以对我来 对他来讲的话 他给我的这个答案就是权威答案 说兄弟 你找得很好 我就是这个欲的什么 对我这个欲是我创建的呀 我管你的 我给你的答案就是权威答案 那明白吗 而你问我 那问他 我问一下 这个问题是我向谁问的 我是不是还是向他问的 他虽然说给我了一个答案 但是什么 他说兄弟 这个不是我管的 这是我缓存里面的 或者我问我问别人要的 所以你要知道一下 这是一个非权威答案 能听懂吗 各位 是这个意思 那再考你们一下 你别管几个 十个也行 来告诉我 这个命令回车以后会怎么样 我这个命令 这个动作就是要查询 这个主机的A记录吧 像谁查 肯定像一百查 那他有 他的数据库里面有这个记录吗 来用你们的眼睛看一下 看一下看 有那面叫5W记录吗 有吗 没有 他会怎么样 他说 下面有两种选择给你选 一 兄弟 我不知道 我帮你找他别人可以吗 第二种就是兄弟 我很权威的告诉你 这个欲是我管的 没这个人 你们选哪种 第一种是吧 就是第一种 第一种是什么意思 你向清华大学的这个学济管理处查 说我查的这个学生肯定是清华的 对吧 清华告诉你说 OK有这个人 我权威告诉你有这个人 电话多少 告诉你 好吧 第二个他说 清华说 没找着 然后我要不问一下 那南开大学里面有没有清华的学生学籍 别人缠了 你就是这个欲的扛把子 你你你不知道谁还知道啊 能力那么贵 什么叫权威啊 权威就是这个欲 是你管的 这个欲里面所有的主级的记录 数据库 你有 知道吗 世界上我们知道 不可能有两个相同的欲吧 那你作为这个欲的权威管理者 你都没有 那怎么可能还会别人有呢 能力那么贵 这种原因吗 所以无论是3W还是5W还是10W 答案是 我很权威的告诉你 没有 没有找到 是没有 好 这就是这个概念 好 那我们刚才看到 就说什么情况下才会 我们什么情况下才能看到的是什么 是这个原始的时间 原始的缓存 只有你从那个厂商拿的才可能看到 你要从各种二级三级带里拿到的 那个时间已经过了 已经都快过期了 好吧 保持期本来是一年 拿到你那儿的话 拿到你的上一级的可能已经变成了 半成半年了 拿到你那儿的话呢 可能变成几天了 好吧 这很正常 这我们能理解是吧 行 等一下 听我说 有同学刚问我说这是干嘛的 这几个值知道吗 这个是主辅之间的一个同步的时候的一个依据 也叫 也叫训练号 是吧 也叫Sero number 就是一个版本号或者训练号 只有背的主机发现主的主机的版本比它高才会同步吧 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吧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刷新时间或同步时间 一小时一次 这个叫重视时间 这个叫retry 这个叫什么 过期时间 是不是 那这个叫什么时间呢 这个叫ttl缓存时间 看一下 这叫缓存时间 一天 但是你们有没有见到这个一天啊 把上面这个删掉你就见到了 这个 如果没有它寄生余和生量呢 对不对 你看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我为了公正 清空吧 然后拼一下3w点什么 天语点密 好 请告诉我 现在的缓存时间应该多长时间 哎 我现在可是从原厂拿的啊 应该是最最接近那个时间啊 应该是7200秒还是一天 3600秒 你的天了 你这个 你过 你过的有问题啊 DIS PLAY DS 不用担心那个问题 时间很长 86400秒 看到吗 能懂吗 也就是说 这两个缓存时间 如果有上面这个Dollar TDL这个值是以谁为准 上面为准 那如果说上没有上面这个呢 以它为准 那有上面这个呢 它就打酱油 好不好 所以这两个都是缓存时间 他们决定了客户端从他这儿拿到的记录以后 让客户端缓存的时间 没有吗 当然 我还想告诉你一下 你能猜到什么意思吗 这也是缓存时间 现在有三缓存时间 我们知道有它肯定就没有什么 它 弄定了吗 我们给大家演示过吧 但现在我们有一个 具体这个条目上面 这条记录上又一个100秒的缓存时间 而这个呢 NS是多少时间 有没有写 没写就走这个 也可能是什么 这个 弄定了吗 就是我们可以具体在某一条记录上面去设置 这个相当于全局 是不是全局 而你们看到的这个 实实实 相当于什么 每一条记录都可以设置自己的缓存时间 懂得懂吗 好 那我这边设100 为了验证一下 看啊 重启一下服务器 然后把缓存的再次清空 再次来 一个是拼一下天云 一个是拼一下那个ns.天云.me 两个 然后最后呢 我们看快速来看一下这个缓存 好 ns.天云.me 走的是 这个时间 7.28秒 对不对 没有走这个时间 为什么 因为有它寄生余和生量 对不对 然后往上走了 我们往下看一下那个叫 天云.me 各位看到了吗 天云.me的缓存 时间多少时间 就是3秒 也就是几乎快 反正接近100吗 是吧 能听懂吗 各位 好 这就是缓存时间是什么概念 就是我们可以设全局的缓存 也可以设某一条记录的缓存 如果说你某一条记录可能经常发生变化 比方后面的IP会变 那你就把这个缓存时间设的什么 短一点 这要怕什么 怕别人拿到手以后 其实早就过7了 早就变了 对不对 能听懂吗 各位 这是缓存时间 好 不要为这个事情纠结 我觉得也没关系 设个两个小时 或者像这边的10分钟 都没问题 好吧 没有绝对的硬性的要求 好的 这是关于什么 关于我们的查询的时候的一些事项 通过OSGraph来看到的 或者是通过什么 通过我们的IPConfig 看IPConfig命令 这是缓存时间吧 还可以干嘛 删除缓存 或者清空缓存